這條是2013的25條 這條就要計算雷電的Energy是多少 雷電明顯地是電 所以應該計算是Energy 這條是雲 雲和地下相差500米 我們因為現在做估計 所以我們大約上這樣想 而雲上面因為有Charge 導致它們之間有E 有EnergyV 就是3乘10的6次方N perc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想 因為雲比較大 所以這裏形成的狀況 就會好像一個parallel page 所以我們用parallel page的公式 V是等於ED 於是如果這樣計算 V就會等於1.5乘10的9次方 這個就是雲 和地下之間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好了 現在因為它閃電 劈下來 所以它的Energy 主要就是來自電的細能 Electrical Potential 所以Energy 於是如果我們計算 電的細能E 可以用QV來計算的 現在我們假設一次的lighting 就有20個cooler 而它電的potential 就會是1.5乘10的9次方 於是這樣計算的話 會等於3乘10的10次方 所以它的order 大約是10的10次方 所以這條答案就會是C 所以這條答案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